巷子里突然开了进来9辆车 接着大约30名二煞带着棍棒直接冲进屋内 对着被害人就是一阵猛打 一群人打红了眼 手边拿到什么 不管是铁蚁还是扫把 都直接的往被害人头上狠狠地砸下去 让他被打得头破血流 倒在地上完全无法反抗 再看看这群二煞 每一棍一棒都往被害人头上敲下去 简直就是要往死里打 打完了就一空而散 直接的大摇大摆上车离开 而纠重打人的带头男子 是桃圆一名九醋小姐的男友 他不满被害人在热炒店 对九醋小姐有过多的互动 心声不满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他事后跟纠重带着大批人马 到对方的家里打人 把被害人挡了头破血流 头上是缝了好几时针 夸张情形就发生在桃圆归山 这处公庙而被害人甚至被打到差点没命 但夸张的是警方竟然质疑行车纠纷结案 也没有向上承报 如果说警局不把这么严重的这样的暴力事件 看成一回事的话 我想应该还会有 层出不穷的这种案件 议员质疑警方难不成是要美化治安绩效 只是再看看这三十名扼煞 冲进私人住所往死里打的凶狠模样 现在其他逍遥法外的嫌犯何时会弃捕到案 外界也多睁大眼睛 仔细看 记者刘志展桃圆报道